有業者在網路平台上進口劣質低價的 仿冒傳動鏈條販售給電動車騎士來安裝 警方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偵辦 專案小組分別在中南部地區 當場查獲了嫌犯5個人 而且在現場還發現了207件的仿冒鏈條 初步估計價值高達了新台幣55萬元 警方曾搜索票破門入現場仿冒傳動鏈條 塞滿這小小房間 01頭機車行李也同步查獲大批相同仿冒品 總共207件出估市價達新台幣55萬元 涉嫌販賣人總共4男1女通通被帶回偵辦 呼籲商家切勿販賣來度不明的產品 那會觸及商標法第97條 據了解涉嫌5人分別在中南部 從110年開始就看准電動車市場 蓬勃發展的商機 開始以300到600部等的價格 進口劣質低價的仿冒傳動鏈條 再以將近1000元的價格在網路平台上販賣 而相較於正版的2000多元 房的鏈條價差將近三倍 但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買下來安裝在機車上很有可能危及行車安全 就是會擔心安全性的問題這樣 有真品一定有反冒品 一般民眾聽聞多少會擔心 如今電動機車滿街跑鏈條只要符合規格 就能裝甚至1000CC以上的重機用的都有賣 實際走上街頭電動車已經成為市場趨勢 至於要怎麼判定仿冒鏈條 業者這麼說 大多數發現的可能就是它的錨釘脫落了 你的鏈條突然間掉鏈了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機車行 透過正常的管道下去做維修保養 提醒消費者要買零件 盡量還是選擇原廠比較有保障 畢竟業者竟然把腦筋動到電動車零件 把利益若是冒險低價購買恐怕得不償失 記者竟然把腦筋動到電動車零件